焦点回到台湾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今年年底 县市长的大选就要登场了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日前是展开千里行脚 倾听桃园的活动 传出有引发地方的反弹 那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日前就表示说 桃园的选战历来都是提名 在地候选人 但最终人选还是要以民意 作为一个基础 而对于这样子 台湾市长选战的 一个纷纷扰扰 罗志强他今天是引用了 圣经里头的一段话来 自我勉励 他说在脸书上面po文了 他说每当遇到这个宏祖 我总会想起一段圣经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风雨有时 但在桃园走过的每一步 都欢喜 那么看到罗志强的脸书po文之后 网友也给他鼓励打气 说我们都挺你 希望你可以协调出 这个最常人选 还有人说 最孤独的罗志强 也是国民党重生的一个希望 关于罗志强 还有一个话题 他之前好像不小心写错字了 先来回顾一下之前 这个桃园巴德公所 巴德区公所 举办春季大典的时候 在这个邀请卡上 把这个近起立临祝岛 结果不小心祝岛的岛 写成祝寿 国文老师就说 这两者意思实在是天差地远 祝岛写成祝寿 这样子实在是 让人笑掉大牙了 那么桃园巴德区公所 把这两个字弄错了 被批评说连最基本的祝导祝寿 都搞不清楚吗 那么公所就坦诚说 这个校正的过程有疏失了 承办人员已经自行处分了 对此桃园市长郑文燦则是说 大家忙中有错了 不该苛责 至于罗志强 因为他不小心把新屋的屋写错 是房屋的屋 他写成乌鸦的屋 这个郑文燦则是要求他到写 罚他写错 希望他改错 所以罗志强就来到了 这个桃园市政府前 罚写新屋写一千遍 他说要表达对郑文燦的感谢之意 所以一写就写了两个小时 一起来看 新屋写错了 新屋是房屋的屋 那我写成乌鸦的屋 当然郑市长这么说 因为我对郑市长很尊重 所以我花了两个小时 把我这个半个月内 所有的脸书贴文 好好地检视了一遍 那我少了13天的脸书贴文 总共有五篇提到新屋 但是完全都是正确的 没有写错字 挑错字 这个郑老师关心 我很感谢 但是新屋人的心声 也希望郑老师能够了解 我也在桃园签旅行当中也走了新屋 那也有新屋的朋友跟我反映了很多事情 包括说永安渝港的一些污染的问题 包括海螺馆他的停车的问题 也包括说我走在观音新屋的时候 刚好接到国家级的空污警报 那空污变成了这个桃园人 观音人新屋人的日常 这些新声都是我在走路的时候 有民众向我反映的 那我在脸书上已经写了 也希望郑市长能够回应一下 这些人民的新声 主席你会觉得桃园市长提名的党内民调 应该要纳日罗智强吗 现在地方人是觉得说他好像是空降 希望你可以亲自去协调 这样桃园当然有史以来 不管是蓝绿都是在地的候选人 包括我本身都是出生桃园 在桃园成长 那所以对于未来 有没有可能所谓的空降 或者是非桃园的情况 的确这是一个蓝绿的一个新的议题 新的挑战 我看郑文燦市长也都提出了很多评论 因为他也是桃园出身 桃园的在地的政治人物 所以我们对这个议题 我们会非常慎重 但是一切都是以桃园名义做出发点 以桃园的未来做考量 所以你觉得还是在地的人为主吗 应该这样讲 所有的优秀人才我们都会考虑 但是因为桃园的历史的背景 到今天为止都是 不管是蓝绿的候选人 都是桃园的在地候选人 今天推荐大家这一台旺旺的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三分钟喔 它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你只要一瓶的电解液 可以生成两百公升的水神 要去哪里买呢 上快点购的网站就可以买到了